我们懂得人在追求生活和名利当中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前有一个预言故事 说的是有三棵树 他们这三棵很大很大的树 老槐树都有三个共同的梦想 第一棵树想成为一个聚宝盒子 里面装着金银珠宝等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 第二棵树 它想建成一艘伟大的雄伟的大船 上面带着帝王将相 达跪显赫 第三棵树 它想长成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 这样就能离佛更近了 许多年过去了 来了一群伐木工人 第一棵树被砍倒了 伐木工说 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 我要把它卖给木匠 这个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木匠可能会做聚宝盆 第二棵树被砍倒了 这个伐木工人说 这棵树看上去也很好 我要把它卖给船厂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可能会做一艘大船 第三棵树 看到伐木工人走进自己的身边 非常的害怕 因为只要伐木工将他砍倒 就意味着他的梦想扑灭了 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 伐木工说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用他来做什么 先砍倒再说吧 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 有没有梦想成真呢 其实第一棵树被砍倒之后 做成了马槽 用来装马的饲料 他非常的失望 第二棵树本来可以做一艘大船 最后变成了一艘小渔船 结果第三棵树一样 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有一天 马槽边上来了两个人 是一对夫妻 他们因为来不及生产 当时就在马槽生下了一个男孩 男孩无处安放 就放在了马槽里 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 这对夫妻 他们把孩子视为珍宝 他已经做了成世界珍宝的一个宝物的盒子 几年之后 有人爬上了 搁置在海边的渔船 从他们谈话当中 第二棵树了解到 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 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的相救 后来这个国王 东山再起 而成为了历史上伟大的一个国王之一 而前面的第三棵树 在当地一个寺庙里 被做成了寺庙门口的大佛像 是人世间离佛最近的地方 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 当梦想偏离了我们 预先想拥有的路径时候 不要失望 因为有时候梦想 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为现实 学佛人精进修行 有时候所求菩萨并不能如愿 记住了 只是因缘未到 很多人到了庙里拼命的去求菩萨 但是求不到 就慢慢的就懈怠了 他觉得菩萨不灵 实际上人要懂得 种下去的种子不会不发芽 只是还没有到时间而已 记住了 人的一生都是在转机当中 别人之后 你能不能 不管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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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